看有什麼問題 16號 16號 中正出一台車 你好嗎 綠豆 什麼社 青綠社 負責邀一台遊玩車 我們全民享用 對對對 可以問嗎 對 對 我去辦事 1903年開始見 那他們這樣陸陸續續到現在 有多少人住在那邊過 唉 你上次要找的 大概最 院內最多的大概是 院內同時在裡面大概超過一千 所以陸陸續續算起來 大概有四千多人 大概有四千多人 被強制格不到的訂閱 對 那從我們2004年左右開始 那我們開始抗爭的時候 院民大概還有五百位 大概還有五百上線 可是到今天的時候 到現在 下禮拜又有一位院民過世要告別 已經少於一百八十位院民 到去年年底的時候剛剛跌破兩百位 然後現在的時候 已經少於二十位 又少了十分之一 已經跌於一百八十位院民 那這些人 住最 最久嗎 不是最久啦 最晚進去 差不多多少年 最晚進去是 最晚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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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地方 他是譬如說可能台南啊 高雄兵也有門診然後住院 可是大概到八十年左右的時候 再轉進 轉院本 然後垃圾糧去 對 大概是 最晚的一批 一批 大概七十年八十年左右的時候 對 大概他們可能是 比較早的時候就有 可能住在台南高雄的那個 醫院裡面 對對對 那 嘿 沒有沒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早期的狀態就是 類似一個隔離所 然後裡面的院民也不能出來 是不是 基本上不行 大概到五零六零年代的時候 就是 可以出來 可是 可能 他就要跟 譬如說他的指導員 打好關係 不然他就不讓你出來 那出來他可能 有人還手腳方便 他可以去工作 尤其是新莊附近那時候 神父一定知道 附近都是工廠 我們最近去做仿教的時候 還有阿姨說 他們 年輕的時候在附近那個 網球工廠 縫網球 然後做 木工電工的阿伯都有 甚至有阿伯也有 呂阿伯 呂阿伯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做到 士林官邸的水電工程 那必須要透過神奇 他才能過去 對 他可能就是 打好一定的關係 這樣 所以不能隨便的 基本上是他可以 就是申請出去 當然 上面他就可以管理他說 他到底要不要再讓你出去 你真的 你出去工作 那薪水就是分 分線給他 分給指導員 甚至說 當時其實是有很多 行政人員 因為他當時沒有真正的 沒有什麼真正的醫護人員 在裡面工作 他可能護士 他也沒有受過真正的護理訓練 他可能就是住在附近的 甚至說可能行政人員裡面 院長的親戚啊 那他童鄉 那他敢不敢進來 敢不敢進來 幫馬公病查證換藥 敢 他就進來 他就是正式的職業 那如果當時因為沒有醫療 這些醫療措施的話 那裡面的人 因為他是病人嘛 那裡面的那個 這個 就任由他 惡惡化 就是他們可以這樣自己自處嗎 沒有藥控在控制嗎 因為早期的時候基本上沒有藥 因為如果是療養 對 因為如果是療養的話 照理說應該會有一些醫療 很差 很差 那在日治時期的時候還算不錯 因為他是只屬於 總督府下面的 總督府下面 那加上當時日本的官方 就是內地的政府 甚至皇室 他都非常重視 要消滅馬公病 所以他投資相當 算是相對來說豐厚的錢 在樂森的方面上面 他正是說 有皇太后的那個 寫詩的碑刻在上面 大概是 反而還給台灣政府之後 反而 對對對 國民政府接受之後 他的狀況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長 就是可能在日治時期之後 院民可能一天可以吃到一顆蛋 相對來說是還不錯的療養 還不錯的那個待遇 可是當他還給國民政府之後 他的最基本的醫療 都是做不到的 對 不要說就是 他當時還沒有 可能還沒有開發出特效藥 就算 一般的藥 他可能也只有幾種 他可能只有 外傷就是 點酒啦 就這樣 然後 沒有真正的消毒過的床單 他可能是用過的床單 然後剪一剪 然後拿來包一包 然後包完之後 換藥嘛 換藥就是換下來 然後拿去 洗一洗 煮一煮 然後下次再拿來用 他沒有真正的妥善的醫療支援 然後甚至說 可能 吃藥也是隨便 隨便開藥 沒什麼真的藥 他可能只有阿斯比尼人 那吃什麼 你什麼病 就是吃阿斯比尼人 大概是這樣 那甚至說 醫生也沒有真正在妥善的去對待他們 可能就很隨便的去解肢 他可能其實消毒一下 然後做一些別的處理 他可能就是可以保住他的手腳 因為他們的末梢神經受傷 非常容易受傷 然後再生的能力可能也不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他們很容易就截肢 像明雀阿嬤 他們 就是後來就截肢 那大概在這樣 他們非常容易就很隨便 就因為醫療的疏失 或是 就截肢了 甚至死在手術台上 那可能 因為沒有妥善的醫藥 然後也沒有什麼妥善的處理 比如說他可能 他就說他去生 欸肚子痛 或是什麼 不舒服 然後醫生隨便推一罐藥水給他 結果他回去之後 打開那個蓋子 喝下去 但那根本不是藥水 那是點酒 好 這個對月明來說 都是記憶非常非常深刻 他們從一進來之後 遭遇到這樣的對待 不過對他們來說 熱身癌真是有心 至少他們活在裡面等時 至少在裡面等時 可是有人照顧他們 好好照顧他們到死 這樣也就算了 可是他們 一進來之後 發現對待自己的醫生 跟護士是這樣子 他們的記憶其實非常非常深刻 到現在沒有辦法忘記 比如說你可能到院去 他們院裡都可以非常 每個人都有打穿故事可以說的 大概是這樣的問題 他們去探訓 你說八十年代那一個人 他探訓他怎麼樣判斷說 他要讓他進去那邊 是我們養老院 現在政府的養老院 我們都要特別申請一些 才可以 按他們是怎麼樣進去的 基本上他們那時候還是 他們是確實有麻風病的犯症 什麼時候開始沒有新的病例 最後一個本土案例 應該是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所以就沒有這個藥了 藥 藥 我自己的一個本身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作為天主教神父 我們一年裡面會讀到 麻風病 悍生病的那個 主日彌撒的讀經會有兩次到三次 所以我們一直講這個題目 所以我一直在我的 主日的講到power point 裡面 一直有這些東西 後來我在2003年的時候 我在嘉義梅山當神父的時候 我有一個電子報 因為我就 剛好星期天讀到麻風病 所以我就 在互聯網裡面 我收集到一些東西 大概很多就在上面 不過過了不久 某一個省立醫院打電話給我 他在互聯網裡面查到我的電子報 他說問我有沒有那個藥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聽起來叫神父 那我只是把世界各地的那個 麻風病的情況 PO在那個 我的電子報上面 他居然某一個醫院打電話 給我說問我有沒有那個藥 所以我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什麼時候台灣開始沒有病例 然後 好像我們對這一方面 好像也不多 那新莊市民也不要忘記 當然是熱身一天才是這麼豬 有那個屠宰稅在回家裡 那新莊市民在那免稅啊 所以新莊市民都去那邊買豬肉 對對對 那還敢去那邊都會傳染 不會不會 百分之九十的人 至少我手邊的資料是百分之九十的人 天生不會傳染 那就 父母子女之間也不會傳染 是因為講講的這樣子會傳染出來的嗎 他基本上 現在醫療 好像很恐怖的那個一個地方啊 麻煩 這兩個地方 那個賠償是怎麼樣 其實他的賠償也不非常多 就是看你進去的時間多長 然後賠多少 那最多好像賠到兩三百萬吧 二二八十六百萬 大概最多賠到兩三百萬 人命 可是他是死刑是活刑耶 對 對 千萬人權 對 活得一般都賠比較少 對 對 同樣道理 不然你殺死車 就不用再鬥鐵路路 就搞了 對 而且他們其實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賠償 不夠他們的現在有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是 剛剛提到說他們當時就是 呃 住在院裡面的時候 年輕的照顧老人 因為持續有 還是有新的院民進來 那輕的院民進來的時候 就照顧年紀大的院民 可是他們現在就是最後一批院 最後一批院民現在都已經七八十歲 沒有人照顧他們 所以賠償的問題 要不要從這裡 抗衆要不要從這裡著手 冤獄的話一天多少錢你知道吧 冤獄 很高耶 一千 對啊 所以說你從這個角度來說 幾乎是差不多關在裡面 而且那時候上公車的時候 從那裡上來 那時候我們叫公路局的車子 他們都故意開過去 就不讓他們坐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個那個 任務先生也在說 他們的醫療的情況其實很長 就是他們 例如說看護 他們現在年紀大 可能連洗澡都不太能自己 對那個你知道那個 對 然後加上說他們可能不習慣 新的那個環境 他們原來的素色 原來的那個 病色的那個浴室 他們還算習慣 他們搬去到新的浴室 他們不習慣 那必須要靠看護幫他們洗 可是院方配給他們的公用的看護 那一個禮拜只能洗兩次早 一個禮拜兩次早 就是基本上 你想 過正常的生活 那你就要自己出錢 可是他們 大部分已經沒有家人了 或是如果有家人 你可能要靠家人 對家人來說就是個經濟上的壓力 所以說有一位院民就是非常非常的長 他就是 因為年輕的時候被關進院裡 那後來領到補償 領到補償 因為他覺得可能 連線之後沒有幫家裡去賺錢 然後帶給家裡 不愉快的回憶 他就分一些錢給哥哥 那加上 可是他後來就是身體 就是癱瘓 有一些癱瘓 就是沒有辦法自理一生物 他必須要請看護 可是 院方配給他們 一年可以免費使用 院裡的看護 免費24小時看護的時間 是一年十天 非常非常的少 那他剩下的時間 就要自己請看護 可是自己請看護 他沒有錢了 錢就是快速的再少一天 一天就是請看護 二十小時 你一天可能是 一千五到兩 一千 一千五千八 中間 這個數 所以說你 一個禮拜就一萬塊 就這樣算 那 到最後他就很怕沒有錢 所以說他最後呢 有個院名叫汪江河 汪江河最後 他用那個 病床旁邊的緊急鈴 的那個線 勒死自己 他就叫別人都走開 趁那個時候 他就用那個緊急鈴的電線勒死自己 然後是這個案例發生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你才發現說 院方對於他們晚年的照顧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這個差 是因為說 整個台灣都很差 整個台灣都差到不行 所以說對院名來說 他們尤其慘的地方是說 一般的老年人 他可以靠家人 再不能靠家人 他可能手腳還是好的 他至少 不一定 不到最後關頭 不需要請這種全天候的看護 可是對他們來說 可能手腳皆知了 他很早就可能七八十歲 雖然他意識清楚 但他就需要有人照顧他 那怎麼辦 他就沒有這個錢可以付 那賠償就要來說 也相較少 而且他們的賠償不應該是 為了照顧他們晚年 才賠給他們這些 他們賠償是應該說 賠給他們 然後他們可以去做 他們想做的事情 可是他們賠下來的錢 馬上就要解決他們那個 生活上面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甚至說當年院民搬遷的時候 最後一天順便 那個博人比較說 分化這些院民 為什麼要分化他們 因為他們缺錢 很缺錢 那你只要跟他說 你先搬進去 先搬的人 頂到那個搬遷補償費比較多 是不是馬上 這個我有同感 社會運動都是這樣子 教堂被拆也是這樣子 對啊 他們會分化 是不是馬上就 好好就趕快搬進去吧 這就是當時 一個很重要 分化院裡面很重要的手段 那對他們來說 錢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其實這樣 他們照顧的問題也沒有解決 那我們就是 大概去年開始就 開始 有一個算是 在院裡面跑法的地方 開始討論說 那身體這樣的狀況在於 他們有哪些事不能處理 例如說 他可能有了院民 手腳都還好 因為他們晚入院 比較早治好 比較早治好 所以手腳沒有很明顯 那個變形的狀況 他們可能 一般的生活可以治癒 可是他可能實際上 他也會神經痛 他也 他有年紀大一般的病 可是他也會神經痛 他會手腳忙 他可能實際上 有一些事情 例如說 可能拿高處的東西 然後等等的東西 他是沒辦法自己做到 那這個問題 就是需要重新去 考量他們狀況 然後來 爭取到更多的經費 來處理這個問題 對 那這也是我們 除了保障他們安全以外 另外一個 這幾年在討論的事情 我有一個建議 我從天主教神父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 全世界都一樣 只要你是天主教徒 在一年裡面 你會有兩次到三次 碰到 憨生病的問題 約束治好 憨生病 或是憨生病 在就業當中 那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合作 我們做一個縮帖 兩頁到三頁的PowerPoint 然後送給 從台灣開始 把熱生的狀況 送給每一個社會 因為我最近五年裡面 我每一個 每年裡面 我講這個題目 那我是從互聯網裡面 送這個題目 早期台灣要獨地運動 都要到 張老教會 沒有 有救了 以後那個熱生的 因為全世界 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 一年裡面兩三次 在禮拜天 他會遇到這個問題 來熱生療療院 好痛 因為 這是一個普世 教會裡面的價值觀 就是說 教宗每一次到哪裡去訪問的話 都會到麻風病院去 在教會裡面成為拉扎路之家 因為聖經裡面 有一個很出名的麻風病人 是不是拉扎路 那個 《以父之名》那部電影裡面 那個《耶路撒冷國王》也是 麻風病人 他戴那個面罩 對啦 所以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有兩頁到三頁的 我主日彌撒的講道裡面 平常有三、四十頁 五、六十頁 一個講道裡面 那是不是可以 那這幾年 我都用熱生做為我的題目 包括那個雲南那邊 包括古神父的那些東西 做我的題目 因為你不可能只講信仰 不包括生活 那是不是可以把熱生的情況 做成兩、三頁 你知道 因為我想這個很好 因為時間有關係 你等一下把照神父的資料留著 回去找我們這一代的新熱生的夥伴 大家商量 你的未來的策略 那我想天主教這個系統 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如果由熱生青年去 再去一個進行一個運動 就是說一來祝福這個新教宗商店 你們到台灣 台灣是 台灣跟環蒂岡是有建交的 但是台灣有沒有可能邀請到教宗呢 一輩子不可能啦 以前是這樣啦 但是這一次 新教宗商店 剛好是一個機會 那誰來邀請 我們熱生料人啟動 那不管是這個 還真的還假的 至少你又創造一個新議題 那這個是 就是說把那個論述能力 就配合照神父在講的 你看教宗都會去關心這個 那剛好也刺激一下 新教宗商人 你要來關心一下 我們台灣面對這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療養院裡面 還有多少人 但是呢 他面對很不平等 那我們跟聯合國講沒有用嘛 跟台灣政府講如果用也不用講了 所以現在唯一一個機會 你看我們要跟教宗稱情 那我覺得這個有機會 因為一年裡面 我們都有兩三個星期天 讀到這個東西 那你加個兩三葉進來 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 一張圖片或是一個你的縮帖 政府的縮帖很好看啦 你知道 新年級的縮帖 而且這個田主教裡面 拍戲太多了 不會的 對齁 太多 但是呢 如果可以搭到這個系統 你知道多大 你們旁邊就有福人大學 可是為什麼福人大學 因為熱身療養院的運動裡面 福人大學的學生還不敢太出來耶 我反而都是陽明醫學院 那再來就是更新文教院 更新文教院做為一個最公益型的 那裡面其實也可以做很多事 那天主教還有什麼聖宮 還有除了福人大學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文藻也是耶 很多啦 台灣系統很多 那何況又有醫院 所以說 如果老師這條路線走下 就贏了我 在 2013年 打出另外一個新的路 那 以後看起來 三列十六 你要去 好 那我想應該實際的關係 說到這裡 配好 沒關係 這裡有些資料 然後中正大選還有一場 這個列車巡迴還一直下去 還會往南 你幫我當南 最近沒空的還可以 好 那我們是不是一個掌聲先感謝你 謝謝